这一路布满了灰尘蜘蛛网 扑面而来的是老旧而腐朽的气息 可是我看见的全是一幕幕的回忆 我发疯般地跑到院子里 一路惊起了许多不知名的虫子 甚至还有一条草蛇 我都无心顾忌了 只是站在院子里的井口发呆 井水没有干涸 向下望去 水质依旧清澈 这里 这里是唯一没有变化的地方 三娃 走吧 师父在大门口站着 始终不曾开口 到了此刻 看见我呆呆地望着井水发呆 却终于提醒我该走了 我没有哭 甚至我伤悲已经淡去了 这些回忆是我的 我拥有过 它是我生命不可剔除的部分 我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长长的路 我曾经相伴一起走过 哦 师父 等一下 我大声地喊道 然后捡起一块小石头 在院子的墙上使尽全身力气 反复地刻画出一行字 爸妈 姐姐 我爱你们 在心里 我们永远在一起 不分开 陈诚意 师父 这苏肉家 有大好的樱桃树 小时候 每年结果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糟蹋一番 走过村里的每一处 我总是忍不住 跟师父说起一段往事 这时 正好经过苏肉家 哦 明天早 我和苏肉说说 师父笑咪咪地问道 我沉默了一下 你说 我和苏肉以后总会再见 就不说了 好 师父 这刘春艳不在呢 这个寒假也没看见他 听说 县中补课补的早 以后 刘春艳再给你写信 你收不到了 你咋晓得刘春艳给我写信的 苏肉说的 够日的 师父 小时候我摆包裹 就爱这片甜 这家种的包裹最好吃了 师父 这个水沟 我小时候最爱在这里泡水 师父 我在这片小株林打过架 是放学后约好单挑的 在一幕幕的回忆面前 我和师父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香场 师父问我 要不要到学校去看看 学校就不去了 现在没什么人 像学校这种地方 总是要有人 才属于一个回忆的地方 那好 咱们 去蹭饭吧 还是那个老太太家 这一次 正巧赶上中午的时候 他们一家四代 同堂吃着饭 很平常 但气氛 但气氛格外的温馨 我和师父两个不速之客 也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因为上次打虫药的事 香肠的人记得师父 特别是老太太还念叨着 你来我家吃过饭 我还不晓得你是个郎中哦 饭菜是简单的四季豆焖饭 里面加上些土豆 细小的腊肉非常香 几个小菜 简单 却胜在新鲜 吃的人连舌头都想吞下去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那老太太忍不住说道 娃尔威 你慢点 你爷爷上次不是说 你有啥子喷饭病吗 咳咳咳咳咳咳 我一口饭就喷了出来 这老太太记性咋这好啊 连我师父胡扯的事都能记得 幸好我及时转头 不然得喷别人一桌子了 那老太太担心了 喊自己媳妇赶紧给我倒水 还念叨着 看嘛看嘛饭病了 幸好你爷爷是个郎中哦 我怨恨地望了江老头一眼 他大口大口地吃饭 一副不关我事的样子 那时的词汇不丰富 要管现在 我一定会拍案而起 指着师父大骂一句 你妹的喷饭病 这顿饭吃得非常开心 连我心中离愁别序都冲淡了不少 老太太还给我讲起了一件新鲜事 说这乡里前两天来了俩人 很富贵的样子 还是乡领导陪着 说是要找人 找哪个 我师父问道 我也不晓得 不过看样子好像没找到 乡里头那些领导晓得啥子嘛 要问我们这些老人家才晓得 不过我肯定他们会问我的 那老太太得意洋洋地说道 那样子就是等着别人上门来问似的 离开老太太的家 我和师父就在香肠里转悠 我说 师父去饿鬼墓那里看看吧 那边的事解决了 我还是想去看看 九四一生的地方啊 也行 过几天考古队就来了 我还等着一些资料到手给我 墓里的一件东西被带走了 那个很重要 我们去转转吧 说着我们师徒二人就朝着 饿鬼墓的方向走去 敢巧不巧的就遇见了 乡里的领导 一行几个人 陪着一对好像是夫妻的人 正在往饿鬼墓那个地方走 一边走一边还说着什么 那乡长知道我师父身份不凡 自然是要热情地打着招呼 见到我们两个 那乡长就过来了 一边热情地握住了我师父手 一边说道 江师父真巧 正好还有事想找你 就是不知道在哪找呢 啥事啊 我师父打量着那两个陌生人 有些不明就里 那两个人穿着什么的都很时髦 男的斯文如雅 女的颇有气质 一看就是大门大户的人家 而且是大城市的 那男的怀里紧紧抱着一只黑色的皮包 哦 我来介绍一下再说 那乡长开始热情地介绍 在介绍完毕以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两个人真的是一对夫妻 从台湾来的 那个时候 从台湾过来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他们是来找人的 找不到人 找到后代也行 只不过他们前天来的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或者什么后代 有些焦急 让我师父帮忙是因为香场上过世的人 以前大多都葬在这个竹林 后来转移了 是我师父负责的 他们是想打听打听 那片坟地里有没有葬过他们要找的人 听完介绍后 师父问道 你们找谁呀 那男的非常诚恳地和我师父握了一下手说道 我们是来完成我奶奶的愿望 我们想找一个叫李凤仙的人 他以前是非常出名的戏角 但听说后来回到了这个小村子 李凤仙 我和师父同时惊呼出声来 那段悲情的爱情故事 我们是没有忘记的 怎么 江师父认识李凤仙 他在哪儿 可以带我们去吗 那台湾人一下子激动了 一下子便紧紧抓住了我师父的手 还是他的妻子提醒他的师太 他才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啊 江师父 李凤仙对我奶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不瞒您说 我奶奶到死都不快乐 她唯一的愿望 那男的说不下去了 我师父则望着他们说道 你奶奶是不是叫于小红 她去世了 她在台湾 师父曾经得到过于小红的照片 并依照着于小红的样子 扎了纸人 烧给了李凤仙 可他也得知 后来全国就找不到于小红这个人了 原来是去了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那台湾男人吃惊了 算了 跟我来吧 师父长叹了一声 这晚了整整八年 可是这李凤仙终究还是等到了于小红 七七孤焚 几住清香 告慰的到底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 我望着在坟前悲切的男人 心里也不免生出一种世事无常的感慨 原来 那个男人紧紧抱着的黑色皮包里 竟然装的是于小红的骨灰毯子 在伤心过后之后 那男人望着我师父说道 你们知道我奶奶和李凤仙的故事吗 我师父点点头 我知道 我也是在奶奶 十二年前要过世的时候 才听说的这段故事 我奶奶是个很好的人 也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们很尊敬她 也尊敬她的感情 她死后唯一的愿望 就是我们能带着她来找李凤仙 活着就要见见 如果去了 她希望能和李凤仙葬在一起 但是我们不知道 只是我奶奶很坚定 她说能葬在一起的 那男人有些顾忌的说道 我明白他的顾忌 他不知道李凤仙最后的结局 他在顾忌 万一李凤仙有了家人 和奶奶葬在一起 不是很坏规矩吗 这也是一个机会啊 他也不明白 奶奶为什么会如此的倔强 也如此的坚信 我师父回头 让乡领导他们先回去了 有些事情在那个年代 还是不能说的太多 然后 乡领导他们回去了以后 我师父开口告诉了他们 李凤仙的结局 那俩夫妇 同时听得泪流满面 也同时朝着李凤仙的坟 铸了几个宫 我说我奶奶为什么一直不快乐 他说给他平静的生活 换个方式护着他 他们 那男人说不下去了 那女人也在旁边抹着泪 老公 奶奶和凤仙奶奶下一世 一定会在一起的 女人安慰道 嗯 一定可以的 那男人也坚信地说道 有个信念也好 我师父根本没告诉他们 其实 李凤仙化身厉鬼 早已因果缠身 一旦了愿 就已昏飞魄散了 哪里还有下一世 这个世界 哪怕上穷必落下黄泉 也根本就找不到 李凤仙的踪迹了 八年 只是晚了八年 李凤仙没等到八年以后 于小红 通他常伴于地 这世间的因果 为什么会如此的苦涩 他们可以同葬一穴 可惜 再也没有那个 会在坟上唱戏的灵魂 对着七七夜色 唱着良辰美景 奈何天 多年以后 我忽然听见一首 叫《葬心》的曲子 当那缠绵匪测 淒清冷淡的歌词响起 忽而飞去 心意不在 淒清长夜 谁来是泪满塞 是贪恋点一恋 贪一点爱 我就会想起 李凤仙和于小红的故事 那一句 人言汇成仇海 心酸难挨 是如此的深刻 可也到不尽 世间的因果纠缠 终于 我和师父离开了 那一个早晨 同样是下着绵绵的春雨 没有人相送 也没有人知道 我和师父就这样离开了 这片村子的日子 还得继续过下去 也许他们会忘记 我和师父的存在 也许过了段日子 也就淡忘了 可是我却不能忘记 因为这里是我的根 在很多年以后 我听苏肉说起 他曾经很没出息地 在香肠上的车站 顿着大哭 只因为 他在我和我师父离开的 那天晚上 跑上山去了 就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他跑到车站 已经是晚上 他抱了一点点 希望能看见我们 可是晚上空无一人的车站 哪里还有我们的影子 三娃 你个狗日的 当时走 也不和我说声 我以为 我不在乎分开 可他们还是没出息地哭了 我到车站的时候 你在干啥 这是苏肉给我说起的一段话 可我已经不太记得 那个时候我具体干啥了 我就记得 在火车上的一个下午 师父忽然跟我说 三娃 火车开出四川了 我一下子满心地凄凉 终于 我还是离开了 这是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 杂乱地堆放着架子骨 吉他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 墙上贴着各种明星的画像 有的我认识 有的外国人 我不认识 总之贴上就是了 地上几乎不能沾人 空酒瓶 烟头 各种包装袋 把这里长工地变成了垃圾场 我叼着烟 懒洋洋地 靠着那堆架子骨上 望着窗外的阳光 斜斜地照进这间昏暗的房间 眼神迷离 我不适应北京 六年了 我还是不是适应这个城市 我不适应这个城市的早饭 我这一辈子都喝了那咸豆汁 我不想再看见胶圈 麻将饼这样的东西 尽管它们也是好吃的 我想念四川红彤彤的牛肉面 我做梦都想在早上醒来的时候 能吃上一碗 我也不适应这个城市的气候 第一个冬天 出门的时候 我差点冷疯了 把自己包的像个粽子 我还是冷 我想念四川那阴雨绵绵的冬天 尽管我不知道 那有什么值得想念的 很大的城市 很多的人 冬天藏白菜 带着精签的普通话 一切都那么的陌生 六年了 我还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我像一个异类 在这里还是常常说着四川话 不是我有多怀念家乡 而是因为我的普通话 成为我来这个城市最初的阻碍 我对说它有心理阴影的 我不爱说 一说 就嗓子发紧 在竹林小柱的日子 我师父就有意地教我说着带精签的普通话 可是那浓重的四川口音 是骨子里的东西 哪有那么容易改变呢 所以到新学校的第一天 我就被狠狠地嘲笑 那个时候的我 是那么的无助 忍耐 退让 我读的学校是一个几乎不对外的学校 也可以说是子弟校 里面的学生几乎都是些有背景的人 我最初也不知道师父为啥会把我弄到那个学校 到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选择也是无奈 因为到了北京 他就开始为某些事情忙碌 只能给我找一个最方便的学校 再后来 烟雾弥漫了我的眼睛 我终于回忆起了再后来 师父的长期不在 学校里同学的压力 终于让我爆发了 我开始变得愤怒 开始打架 开始和学校的所谓刺头 完整混在一起 因为从小练武 我的身手不错 我几乎打遍了学校 打遍了周围的胡同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开始堕落 师父一开始不知道我的这些变化 他只知道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费尽力气 我才考入一所三流的大学 然后被迫复读 师父也被迫守了我一年 终于进了一个还像样子的北京的大学 可就在那一年 我十九岁 正该有大劫的时候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晚 我和几个哥们喝酒 然后闹事 惹了大事 被几十个人追打 我差点被打死在街头 在医院里 师父和我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咋会变成这个样子 师父 你说过 那是命 命该如此 好 既然是命 你就走下去 我看你到底能让我多失望 让人失望的是你 你带我来北京 然后你三天两头看不见人影 我多少年没见着我爸妈了 我一年就只能见两次我姐 现在我住院 他们知道 师父 是你变了 师父沉默了 他最终对我说了一句 三王二 路是你自己走的 不管命运该是怎样 你也难道忘记了本心 我不介意 你在特殊的时期 有特殊的心态 我只是介意 你终究不能理解 是环境改变本心 还是本心看透环境 我护不了你一辈子 还是你准备依赖我一辈子 我唯一能感到欣慰就是 玄学你还没丢下 你还是学得很认真 每日该做的功课 还是做 那般话说完以后 我流泪了 那是我来到北京以后 第一次流泪 我软弱地对师父说道 师父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株林小柱去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可是师父 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三王二 你永远不能逃避 就在我陷入回忆的时候 我嘴上的烟被一下子拿掉了 然后一个狼嚎似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杨景彤 你呀闭嘴吧 你要再唱 你信不信我抽你 我实在受不了这狼嚎似的声音 忍不住柔了柔发痛的额角 出声警告道 杨景彤 是我在北京最好的哥们 我们一起打架 一起逗女孩 一起抽烟 一起喝酒 这间房子 就是我他租来的 现在组织了几个人 一起倒过所谓的摇滚 这小子是当官的儿子 出三 但是出三我重读了一年 高中 和我在一起 互混还不够 大学硬找关系 和我混进了一个大学 得了陈诚意 还是你压闭嘴吧 你一说北京话 我就恨不得掐死你 那个调调 母猪都被你吓醒了 这小子一直就这样 特爱和我贫 我也不说话 抓起地上一件 也不知道是啥的玩意 跳起来就朝着他追去 他干嚎了一声 头也不回来转身就跑 要论打架 他可打不赢我 就是和我疯闹 这小子都不敢 追到胡同里 我们两个一类青年 照样被胡同里的大妈 用鄙视的眼光打量了一阵 没办法 尝到镜窝子里的长发 一件破军装披在身上 长腿脚的裤脚 不被鄙视才怪的 我们不闹了 毕竟在这一片上 还得注意影响 虽然是四合院 我们那鬼哭狼嚎 是练歌 早就被周围厌烦 加嫌弃了 再闹 估计得被赶走了 杨景彤一把揽住我 说道 陈正义 咱不和这没见识的妇女认真 他们知道个屁 这叫崔剑法 是的 八六年的宫体表演 我们想办法去看了 并深深地折服于崔剑 这身打扮 就是模仿他在宫体唱 一无所有时的范 回到屋里 杨景彤 把他带过来的脏兮兮的包 往我面前一放 神秘地跟我说道 好东西 到处来看看 我哗啦一下 就倒出来了 里面满满的全是磁带 我惊喜地一盒盒地看 杨景彤在旁边得意地说道 香港弄回来的好东西 最新的 这个 比一样的 就这盒 秘密警察 这里面有首歌叫大地 你听听看 我拿起磁带 迫不及待地就打开 塞进了屋子里的录音机里面 直接地快进 放到了大地 这首歌 我听见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 从录音机里放出来 在那苍脆的路上 历变了多少创伤 在那张苍老的面上 我看着磁带盒上附带的歌单 不知不觉听得入神 杨景彤在旁边跟我说 哥们 不错吧 好听 可是唱的是啥话呀 吐了吧 这是粤语 知道不 粤语 你会这啥粤语 那不废话吗 哥们我人我 粤语算屁 还得 再听这个 再见理想 也不错 杨景彤又开始吹牛 而就在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房间的门被撞开 一个人匆匆忙忙地冲了进来 杨景彤抬头一看 冲进来的也是我们的一哥们 一起搞乐队的 他张口就说道 你被母猪追啊 瞧你呀跑 那得一劲 刚个孙子似的 杨景彤这嘴巴呀 一直就是那么讨厌 那哥们也不理杨景彤 随手抓起个杯子 也不看里面有没有烟灰 咕咚咕咚 就灌下去一大口 然后说道 哎 陈正义 快点回去 我看你师父回来了 这不定等会就去学校逮你 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我今天是旷课 被逮住了 我得挨揍啊 我匆忙地跑出房间 却被杨景彤一把给拉了回来 别 你小子可别这么回去 不然我们都得挨揍 我所有的哥们都怕我师父 哪个没被他抽过呀 我这个样子是不能回去 还催见范儿呢 让我师父看见 他得把我打成猪头范儿 连带着杨景彤他们 也得倒霉 擦 我还真忘了这茬儿了 快赶紧带 给我找衣服出来呀 不得不说呀 北京对我的影响 还是深远的 不知不觉 我还会蹦出一两句北京话 尽管我还比较抗拒 杨景彤和另外一哥们 赶紧手忙脚乱的 在这堆垃圾堆里 翻出几件合适的衣服给我 让我去换上 白色的衬衣 黑色的西裤 外头套一件蓝色的毛衣 我换好衣服就赶紧出来了 杨景彤忙着帮我整理衣领 他是真心挤押 他可不想被我师父 找个借口一起揍 我师父要揍他 他爷爷都没办法保他 只得挨着 这些乖乖衣服 就是为了应急情况准备的 另外一哥们 好笑地抱着肩膀 叼根烟 看着我和杨景彤 在那里手忙脚乱的 忍不住说道 卧槽 我是看不下去了 杨景彤啊 我不骗你啊 你呀就跟陈诚一小媳妇似的 杨景彤回头指着他说道 你呀闭嘴啊 哥们我今儿没空和你扯 你叔叔皮子也痒了 想要将也揍啊 得 那哥们脸一下白了 赶紧和杨景彤 一起来帮我打理 谁不怕我师父 总算衣服弄得周正了 杨景彤吹着口哨 说道 嗯 挺像这么回事 说完 又把他的眼镜取下来 给我夹眼睛上 然后嚎道 陈诚义 去吧 你这样 可以去勾引学校里的学生妹子了 啊不 女老师都可以 去吧 哈哈 我懒得和他扯 直接问他 头发呢 头发咋吧呢 杨景彤把我扯到院子里 直接冷水给我浇头上 然后又扯回房间 直接给我输了个偏分 然后说道 尝尝尝尝尝点 将就 你去吧 哥们 应烦你师父 记得带两个学生妹妹回来啊 你给老子捆 我笑骂了一句 然后冲出了院子 我疯了似的 蹬着自行车 终于在二十分钟以内 赶到了熟悉的胡同 我和师父 就住着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里 单独住着 也算是师父的特殊待遇嘛 也就因为这样 屋里没人 特别明显 我得赶在师父出来找我之前 回下 到了胡同口 我没忙着进去 而是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 然后擦了擦一头的热汗 再推着自行车 走进了胡同 胡同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跟见鬼似的看着我 但是又有一种 深深了然的眼神 他们早就熟悉这一套了 每当我装得 斯斯文文的时候 准是我爷爷 他们以为师父是我爷爷 回来的时候 我目不协视 一本正经 在心里却骂着 这些大妈 应该不会给我师父告状吧 到了门前 我深吸了一口气 推开了院子门 推着自行车进去了 一进去 就看见我师父 坐在院子里 旁边一个小记 上面是杯盖碗茶 闭着眼睛正在养神 我在心里预演了一遍 然后开始大声地 惊喜地喊道 师父 您回来了 我师父睁开眼睛 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说道 哟 近视啊 我记得 我教过你保护眼睛的法子 咋就近视了呢 我一发把眼镜摘下 心里骂了杨景彤一百遍 我说我登车的时候 老儿摔筋头呢 原来望了眼镜上 架了副眼镜 好在杨景彤就是浅度近视 不然还不得摔死我呀 师父 最近学医任务重 看书多了些 这眼睛就有点近视了 我善善地笑着 解释道 真的 师父扬里扬眉毛 真的 我郑重其事地说道 那好 你就一直戴着吧 师父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一听 就想去撞墙啊 刚才心里有事 还没察觉到啥 可这下 让我不近视的人 戴着个近视眼镜 不得瞅死我呀 师父 我这假性近视 一时戴着不好 我 一阵风吹过 我头皮被冻得 一阵凉啊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换谁受得了啊 冷水泼上去 又骑车 出一头热汗 这风一吹 师父忘了我一眼 直接就打断了我的话 说了句 半张椅子过来 坐我身边来 我唯唯诺诺地照做了 师父又闭上了眼睛 说道 把我教你的 十五个手绝的配合口诀 给我背出来 还有手绝的解法 给我结一次 我就知道 师父回来第一件事情 绝对是考教我的功课 好在我在混 这些东西总是不会落下来 立刻一本正经地 照师父的吩咐去做了 就这样一问一答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师父抿了口茶 最后评论了一句 茶墙仁义 还不算太熟悉 这段日子也不知道你荒废了练功没有 理论上的东西总是理论上的 去吧 画张最简单的辟邪符我看看 我自然不敢怠慢 搬出桌子来 拿起符纸 平心静气地 开始一板一眼地画符 这样的符确实是最简单的 连接符煞都不用 只要能传达功力于符上就行了 我现在的水平也就只有画这样的符 符成之后我的脑袋一阵晕了 存思结功力于符纸上实在是有些费力 我小时候也画过辟邪符 只不过那时还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辟邪符 效果也只有使用的一瞬间 真正的辟邪符是可以在身上存放三年的 带符纸干头 我恭敬地递给了师父 师父接过符仔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闭上眼 细细地感觉了一遍 说道 功力还不到 不过这段时间你也算没有偷懒 我终于放轻松了下来 看来今天的考验是完成了 就在我庆幸过关的时候 我师父豁然开口说道 这次我出去了三个月 对不对 我点头说道 是三个月零八点 师父望着我 眼底闪过一丝心疼 不过很快又随意了起来 说道 听说你弄出了个啥唱戏的班子 一天到晚鬼哭狼嚎的 吵得四邻难安 是不是 终于还是被发现了 也不过才弄了四五个月而已 但是面对师父在大是大非上 我还是不敢放肆 只得说道 师父 不是唱戏的班子 是摇滚 摇滚音乐 不管啥滚吧 给我关了它 树立你的心性 是在你小时候我才做的事 可是是非的观念 还是要你自己去体会 你的快乐 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懂了 我希望我下次不要再提醒你任何事 师父严肃地说道 知道了 我心里舍不得呀 可是我必须得承认 师父说得对 尽管这些年我很叛逆 可是是非观念还是清楚 每次我打架 也没有主动闹事 是别人挑衅才会这样 这得感谢师父 在我小时候给我树立的心性 人在某个特殊的时期 也许会不服管束 师父在这种时期 给了我最大的自由 红尘练心 总是要去练的 谁都不能呵护谁一辈子 我也问过了 这段日子你没打架 偶尔旷课 不过学科考试 也算应付过去 还算老实 多的我就不说了 总之你自己的路 你自己把握好 这个周末 跟我一起出去一趟吧 师父说道 和师父一起出去 这几年来 这样的事很少 师父很忙 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我只知道 有限的几次出去 都是他为我 添置衣物什么的 更多的情况 是他给我一些钱 我自己买去 出去买东西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记得 那天收拾好一切 不是去买东西 而是去见一些人 你身为山自脉的传人 到那一天 你绝对不能给我丢帘 师父严肃地说道 这个周末 已是四月的阳光 很是有些灿烂 可我的心情却不灿烂 从理发店出来 我那心爱的长发 就没了 变成了刘海长度 不超过眉毛的短发 师父蹲在理发店的墙根 晒着太阳 在外面等我 路过的人一不小心 就会把他看成是一个 进城的老农民 有个老太太还热情地 跟他打招 打听他在乡下的家里 有没有正宗的土蜂蜜 我走出理发店 正巧看见这一茬 师父跟得救了似的 过来拉着我 跟那老太太说 你看 我是来看我大孙子的 不卖菜 不卖蜂蜜 应付走了老太太 师父拉着我打量了一番 点点头说道 嗯 顺眼多了 然后我们往回走 刚走两步 我师父又拉着我说 得 今天挺重要的 再去收拾收拾 莫名其妙的 我又被师父 拉回理发店 把我按椅子上 师父给别人说道 给他上点发辣 输个稳重点的分头 不但我反对 他自己又往椅子上一躺 说 先给我修灭 然后把头发 好好打理一下 嗯 给我弄个大背头 我无语啊 甚至开始有些怀疑 今年晚上的聚会 是相亲晚会了 杨景彤那小子 就常常找个借口 就在家里 弄个傻晚会 这些生活和平常 老百姓的日子 离得挺远 是属于另外一个阶层的 特有的生活 在那个圈子里 现实流行的 老百姓永远要在 五年以后 才可能在生活中 接触得到 和师父在理发店 好好地打理了一番之后 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后 师父郑重其事地 穿上了一套中山装 尽管那个时候 已经有更洋气的西服 开始流行了 师父却拒绝接受 只不过 师父是难得正经 穿几次 所以他仅有的 两套中山装 都是特别定制的 给他做中山装的人 也给很多领导人做 他穿衣服的时候 我正在头疼地挑衣服 没和师父出去 买过几次衣服 我的衣服都是自己买的 所以 所以不好挑 因为在师父眼里 可都是一些 不正经的衣服 今天要出席的场合 既然如此正式 我虽然在这几年 有些叛逆 可我骨子里 却不愿意 丢了师父的脸 就在我还在 找衣服的时候 师父已经到我房间来了 放下一个袋子 说 穿这身吧 今天你小子 可以得给我稳住咯 我打开袋子一看 里面是一套 浅灰色的中山装 还带有一件 领口鼻挺的白衬衣 我说师父前几天 给我量尺寸呢 这套中山装 看着没啥出奇的地方 一穿上身 才发现非常的妥贴 看着镜子 四六分的分头 配着这套中山装 我显得非常稳重 整个人起码成熟了 五岁的样子 把这个带上 我师父翻出了一件东西 递给了我 我看着差点晕过去 这不是杨景彤 拿个我的眼镜吗 咋师父还要我戴上 师父 我不近视啊 我觉得还是说实话吧 我知道 让你戴上你就戴上 你是山自脉的人 形象上就得给我争光 师父嚷嚷道 到底啥事啊 我有些不情愿的 把眼镜戴上来 一边非常好奇 师父到底为什么 如此郑重其事 嗯嗯 我的徒弟还不错 能撑住门帘了 看着我戴上眼镜 师父终于满意了 带着我出发了 坐在红旗车上 我有些不适应 倒不是说 不适应这车 因为我那帮哥们啊 谁还没个车坐呀 我也常常坐 我不适应的是 师父竟然坐这车 师父是有权力 调动一辆红旗车 作为专车的 只是我们来北京 这多少年了 他根本就没有用过一次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连车都那么郑重其事的 师父坐在我旁边 靠着椅背闭目养神 我终于忍不住 开口说道 师父 你要再不跟我说清楚 我绝对下车 不去了 师父睁开眼睛 望了我一眼 沉默了好一阵 终于才说道 今天去见你的几个师伯 还有你的师弟们 来北京那么多年了 我一直没让你见过 因为我自己也不见 可今天却必须见见 我一愣 我只在小时候 师父讲起师祖的时候 听说过几个师伯的事 那么多年没见过了 我都当他们是传说了 没想到 今天竟然要见 而且听我师父那话的意思 他们就在北京 师父 他们在北京 你咋不说呀 网友师弟 我说不上什么心情 同样都属于师祖一脉 我对他们有天生的亲切感 可从来没见过 又感觉非常的陌生 我很期待 却又一种非常害怕的感觉 怕自己上不了台面 丢了师父的脸 我现在才明白 师父为什么要我那么郑重其事了 你几个师伯的弟子们 入门都比你早 按说该是你师兄 但是师祖有言 山自脉为掌 所以说起来 你是师兄 大师兄 所以你懂了 师父淡淡地说了那么一句 我陡然就觉得压力倍增啊 我不由得开口说道 师父 那么多年没见了 为啥今天偏偏要见啊 因为二十年一句 是你师祖定下来的规矩 这规矩 你师祖曾说过 雷打不动 师父严肃地说道 只是眼中闪过了一丝 落寞 师父 那平常的时间 师祖说过不能见面吗 我好奇地问道 那倒不是 你不用多问 我不会说的 师父靠着一背 眼睛又闭上来 他最近常常这样 很疲惫的样子 我闭嘴了 我知道 这老头啊 要是不愿意说 我问再多也是枉然 车子朝着北京的郊区开去 一路上 师父都比较沉默 当车子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师父终于开口了 说道 三娃 快到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我在车里坐得端端正正 师父一笑 说道 你也不用那么紧张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这一辈 是我们这一辈的事 你们这一辈 却已经长大 毕竟同出一脉 好好处着 你是大师兄 我希望看见你们师兄弟和睦相处 那一份感情是很珍贵的 知道吗 嗯嗯 我嗓子有点发紧了 但一直点头 其实我能不紧张吗 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清幽的所在 周围稀稀拉拉的 全是二层的小楼 司机下车 帮我和师父拉开了车门 我先下车 师父跟着下车 望了望周围 师父忽然叹息了一声 然后跟我说道 唉 走吧 我沉默地 紧张地 跟在师父后面 终于 到了一栋 也不怎么起眼的 二层小楼面前 我师父停下了脚步 我一下子更紧张了 就是这里吗 师父转头看了我一眼 忽然一只大手 轻轻地 就拍了拍我 一直僵直的腰 眼神中 全是温和的鼓励 我感激地 望了师父一眼 他那意思我懂 是表示对我有信心 你是大师兄 是长兄 不用紧张 师父说话间 就已经按了门铃 我确疑惑着 如此说来 师父也是大师兄 为什么他从来不提这事 那一次说起往事的时候 还是说师兄呢 或者他没说 我只这样地理解他 难道这是他们之间 不见面的原因 我正思考间 那二层小楼外 小院子的大铁门 已经开了 是一位中年妇女开的 她有些疑惑地 忘了我一眼 但是看见师父之后 她就没说什么了 只是说 李伯伯已经等了你们好久了 我带你们进去 这栋小楼的院子 打扫得很干净 可也很空旷 就在院子的一边 有一棵大树 然后就空无一物 看得出来 这里的主人 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李伯伯 是李立后师伯吗 我在心里想着 人却已经跟随师父 和那个中年妇女 进到了屋子 你们坐 我去倒茶 那中年妇女 可能是保姆之类的 简单地说了一句 人就走了 这时 师父已经大踏步地 走了进去 剩我一人站在那里 感觉到很多目光 落在了我身上 我下意识地想低头 可是想到 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脉 干嘛要不好意思 而且不能给师父丢脸 师父说过 我是大师兄 我抬头 尽量平静地 面对每一个人的目光 然后礼貌地点点头 笑了笑 刚想把所有人 都看清楚 却听见师父说 成医 还愣着干什么 到我身后来 我这时才注意到 这个客厅很大 却只放了四张双人沙发 很奇怪的摆设 其中两张正对着大门 其中两张在旁边 现在加上师父 其中三张都坐上了人 还有一张正对大门的沙发 没有坐人 而沙发的背后 都站着一个人 很年轻 我一下子对情况 了然欲凶 站在后面的 应该就是 我这一辈的徒孙了吧 我应了师父一声 尽量平静地 走到师父背后站着了 但这时 我不敢放肆地 去打量我的这些师伯 那很没礼貌 也不敢去打量师弟们 因为我看见 他们都目不斜视的样子 很沉默 所有人都很沉默 气氛有些僵硬 这时 那个中年妇女 端着一个大木盘 放下了一茶壶 和四个杯子 就下去了 在僵硬的气氛下 整个房间 飘荡着一种 奇异的茶香 更让人觉得不自在 不过 这茶的香气 真的很独特 在茶香中 有一股子 桂花的香气 隐含在其中 让人心旷神怡 可是如此 几瓶好茶 却没人去动 这不奇怪吗 就在我奇怪的时候 师父却忽然舒服地 碰了一声 然后自顾自地 从茶壶里 倒了一杯茶出来 摆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他先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才抿了一口茶 这样子 看我 Drum 加藤 我们下咖枝 云